我緊張我真期待 心情跟這裡厲害 無情無味 表情 為了現代 總是想哭了這個 請問乾杯 結合了歌仔戲元素 搖滾和嘻哈 消防期的舞台 創造全新台語歌型態 還有這一首點閱率 突破900萬的男人之歌 小黃旗身兼專輯製作人 推出有別於以往的作品 企圖入圍金曲台語歌王 今年準備拿第五作獎 校說要開 五金行 同樣也是拿過金曲獎 要二度叩關 也是全台灣第一位 律師歌王的蘇明媛 在疫情期間埋頭創作 把金首播的案子 寫成歌詞 其實我寫的首首歌 就是發生在這裡 這個男生來找我 帶著他前妻告他的狀子 然後就告著他說 跟連續劇一樣的劇情說 12年前 交給你帶這個孩子 其實不是你的骨肉 是我跟外面的小王 但是他跟律師說 律師我要這個孩子 他覺得跟他相處這麼久 他們的相處已經是一個 沒有辦法去隔離的一個情感 有一種愛其實是超乎 超乎血緣的愛 它是一種 無私是一種付出的愛 無關隊就是什麼人 我們都不怕 我們全民旺的身體 無關隊就是什麼人 我們都不怕 共同一隻一隻八蛋 用饒舌致敬台灣在地英雄 王建民 李登輝 火箭阿伯 吳宗信 這些台灣隊長 都是大吉的靈感來源 讓更多年輕人 認識他們的貢獻 然而大吉不是今年唯一 闖進金曲殿堂的台語饒舌歌手 金銀獎最佳嘻嘻專輯得主張武 打造饒舌版的聊齋致意 首都入圍歌王 還有相隔九年 在入圍的王俊傑 是小黃旗的舊室 同是視障者樂團 全範圍樂團成員 自嘲五位入圍者 就有兩位跨模 台語準歌王們 曲風多元 準歌後 各個都是金曲唱客 演唱類最佳台語女歌手獎 入圍的由朱海軍 正確的答案 不是你生命的負擔 你一生最精開的答案 這已經是朱海軍 第四度角逐台語歌後 有望再奪第二座獎項 幾乎每次發片 就獲得入圍肯定 也是第四次和張涵亞競爭 歌後寶座 明明是每一個人跟風風 偏偏是人跟人外體力 入圍六次還未能鍍金 張涵亞樂觀看待 就像專輯名稱下半場的概念 做好自己 明白定位 把握當下 二十五歲的賴慧如 想都沒想過自己會入圍金曲獎 對他來說意義非凡 因為這張專輯首度收錄 個人詞曲創作 因為我人在急診室 所以尿到引發聖遺言 然後那時候我很嚴重 一度發出病危通知 就感覺自己好像真的 不會死啊 但是那時候就覺得 有一種來不及 時間不夠的感覺 所以這首歌是因為這樣子來的 卸下無趣女王的封號 以抒情歌出發 賴慧如超齡演繹愛恨離別 就如自己的人生 總是超前進度 也是這一屆最年輕的歌后入圍者 就覺得可以跟我們一起入圍 我覺得這個非常榮幸 非常開心的事情 尤其是菲傑 我超喜歡菲傑的 那樣專輯的模組 那首歌真的太好聽了 編曲由空到滿 展現黃飛的聲線 唱出揪心之情 黃飛在這張專輯裡 回歸音樂本質 兼具穿透力的歌聲 傳遞新生和故事 出道22年 十度角逐歌后獲獎兩次 不過第三次接近曲歌后江惠儀 再度以全新創作專輯 和黃飛交手 刻意打造一張跟愛情無關 也沒有特定曲風的作品 顛覆台語歌的既定印象 從嘻哈舞曲到抒情歌 唱出愛情又獲釋社會觀察 台語歌壇百花齊放 給歌手們帶來更多的創作空間